土团党总秘书韩沙在努丁发表警告 强调大多数马来西亚人 期望国盟接管政权 并要求首相安华 停止劝说国盟的国会议员 转向支持团结政府 韩沙在努丁 在周五11月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已有数名国盟议员接触他们 试图争取他们的支持 以加强团结政府 当一些人与特定机构产生问题时 他们便会以此作为武器进行恐吓 并称若支持首相 问题便可获得解决 他表示 过去的讨论中 没有其他议员表示支持安华 唯独那些有问题的人 他呼吁安华停止这些行动 并表示他们可以在国会内 就政策问题进行辩论 而不需要通过游说来改变政府 韩沙在努丁表示 尽管他们知道最初的接触 可能以这种方式开始 但之后可能演变成 巩固对团结政府的支持 然而 他指出 目前国盟不会向警方或相关当局报案 而是正在收集 有关这些接触的详细信息 包括与领导人的会面证据 韩沙在努丁警告安华停止这些行动 他认为一些国盟议员可能会因威胁或施压而支持安华 但他没有具体点名 韩沙在努丁还强调 土团党已经向领导人发出解释信 他作为土团党总秘书承诺 接下来不会再有任何党员支持安华与团结政府 此外 他引述社交媒体上的评论称 许多马来西亚人批评首相安华领导的团结政府 未能解决人民关切的问题 他说 我们没有考虑接管政府 但在社交媒体上 人们一直在问我们什么时候会接管 这是我们经常看到的 他还声称现任政府处于混乱状态 并且存在内部冲突 他指出 首相安华声称 在学校举办的巴勒斯坦团结州 是经过内阁讨论和同意的 但我们看到 现在反对他的人 也是政府内部的同一批人 他继续说道 其中包括公正党和民主行动党的成员 他们反对已经批准的计划 由于不满团结政府要求反对党签署保证书 国盟与政府的选区拨款谈判已经中断 国盟党编拿督斯里达基尤丁表示 国盟不会继续与政府代表就获得平等分配拨款进行谈判 他解释 这是因为在与国盟的谈判中 副首相法迪拉要求反对党向政府提交保证书 他说早在前首相拿一丝卖沙比里的领导下 政府曾经提出要求反对党签署谅解备忘录 但为什么这次我们需要写信并做出承诺呢 他强调反对党不会为了获得议员的平等拨款 而撰写信函或保证书 这也是导致双方停止谈判的原因 他还提到 西蒙在选举宣言中已经承诺 议员会获得平等的分配拨款 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 他对团结政府能在其剩余任期内继续执政感到自信 他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 团结政府已经能够执政近一年 这本身就是一个成就 他说 政府能够维持近一年的执政已经是一项成就 因为在这段时间内 我们必须面对大量的挑战和工作 他相信 团结政府有望在其剩余任期内继续执政 因为政府已经克服了反对党的挑战 西蒙和国阵之间的合作逐渐稳定 尽管如此 陆兆福也指出 他不会预测团结政府在执政期结束后的未来 他说 如果我们能够在执政期间取得良好成绩 那么这个政府就会有未来 因此 我只会一步一步来看 外交部长拿都斯里赞比里表示 大马将首先分析 美国制裁支持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运动支持者的法案的内容 然后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美国众议院本周三以363票对46票通过了一项法案 制裁支持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运动的外国支持者 赞比里表示 巴勒斯坦的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 截至昨日已有8700人丧生 这令人极度失望 他说 此外 还有多达1400万人流离失所 这真的令人感到非常悲伤 与此同时 轰炸持续不断 某些方面似乎没有寻求最佳解决方案 相反 他们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导致无法立即实现停火和向受害者提供人道援助 他透露 第一批援助品将在今天通过特殊飞机运送到埃及的El Arish国际机场 以供应加沙的难民 我们感谢埃及政府 他们在短时间内批准了马来西亚运送援助品的请求 通常情况下 将物资运送到El Arish机场 需要5-6天来获得批准 但现在我们在36小时内就得到了批准 与此同时 首相安华也就此事回应说 马来西亚在尾巴冲突和哈马斯问题上不会让步 他在完成周五礼拜后 在蒲种一座清真寺接受媒体采访时名言 我们是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 公正党强调 该党未曾加入自由党国际 Liberal International 自由党国际是一个由世界各地自由主义政党组成的国际政治组织 它的使命包括联系自由主义政党并促进自由民主制度的发展 公正党宣传主任法米表示 最近有人试图将该党与自由党国际联系在一起 他在今日发布的简短声明中明确表示 人民公正党全力支持巴勒斯坦人民 并强烈谴责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权 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残酷压迫和杀害 前首相马哈迪最近会晤登州政府领袖和伊斯兰党主席丹斯里哈迪阿旺 以商讨国盟管理的四个州的经济发展计划 根据Estrovaini援引马来人宣言动员局主席凯鲁丁的讲话 会议分为积极 马哈迪强调了迅速建立四州政府SG4政室结构的必要性 以启动四州的投资项目 他说SG4领导层必须建立一个友好商业的州政府 以吸引更多的海外直接投资到这些州 四州必须整合起来 以实施有益于各方的投资议程 会议还会报了国盟旗下四州目前的投资情况 凯鲁丁表示 国盟旗下的四个州已经敲定了一些投资项目 可以集体启动规划 以造福这四个州 马哈迪还前往马江鲁西拉与哈迪阿旺会面 商讨各种议题 会晤持续了近半小时 凯鲁丁说 马哈迪还在鲁西拉的清真寺祈祷 并抽空参观当地的食品企业 以支持私人企业进一步扩展业务 一边